复理乡公所18号举行的点亮复理路灯的任养活动记者会 邀请大家一起踊跃来任养路灯 一展路灯一年任养费是600块钱 一次任养超过10展会颁于感谢状 也希望号召更多爱心人士一起来响应 复理乡公所18号上午举行点亮复理路灯任养活动的记者会 现场可以看到跨年县议员魏嘉贤 复理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 乡民代表会主席叶嘉宏以及乡民代表潘物本 还有各村的村长 以及这一次任养路灯的企业家也都与会共襄盛举 那对于我过去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一开始来开始用这样任路灯任养的时候 很多民众不太了解 那我们几个方向 第一个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乡政公所的经费结局 那如果每一个民众愿意出自己一份心力 然后共同来支持政府的政策 我相信能够达到贤能简单 然后也可以达到说做公益做爱心的一个目标 任养者可以选择以自己的名字家庭名字 或者对于乡里发展的际遇来命名路灯 成为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纪念 数量不管从一盏到一百盏 其实是个人的一个尽心尽力的一个感觉 那是一种感觉那是一种爱 所以我在这边代表我们副理箱公所 谢谢这么多的爱心人士 包括企业家 包括企业家包括个人 给我们这个副理箱公所的一个支持 邀请大家来任养路灯 任养一盏路灯一年六百元 一次任养超过十盏 将会搬于感谢状 借此来号召更多爱心人士一同相应活动 这项任养的计划是一个长期计划 希望透过乡亲的参与 共同点亮副理箱的每一条道路 为乡里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 带来更多的光明和希望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